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年以来我国的外交领域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 各国的领袖以及商界领导的密集的访华 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国际形势其实还是非常的严峻 那么一方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战况震撼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西方国家对华的脱钩论也是甚嚣成上 但是为什么过了一个年情况似乎发生了转变 这么多国家的重要人士纷纷来花访问 而且调子似乎也发生了变化 您怎么看待当下的局面呢 今年确实我们经历了一个中国外交黄金纪 那么出现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几个原因 一个呢就是过去两三年吧 还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这个人员来往就不方便 大家有没有印象 这个因为疫情影响吧 外国领导人来了也少 咱们领导人出去也少 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下半年吧 咱们齐主席去了中亚 开那个上合组织会 然后是去了东南亚 现在不是疫情放开了吗 那么过去几年积累了好多问题 都想来探讨一下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原因 就像那个春节以后 咱们那个 不是积压的消费热情 突然出来是一样的 好多累积的问题一定要当面解决 当面谈一谈 于是这个时候这个外交上的那个需求 就一下就出来了 那么第二个现在外面矛盾比较多 然后世界呢很不平静 习主席讲了世界进入到了百年 我有这大便局嘛 这大便局我的理解就是大争之士开始了 就原来呢大国之间有一些共识 而且呢那个共识呢 美国作用比较大 现在美国好像也不像大国了 很任性 所以它的权位在下降 大国之间共识也没了 所以原来那个秩序就不行了 因为这个时候不确定性就特别多 那么在不确定当中 大家要找确定性嘛 那咱们中国是最确定的了 对不对 尤其是政治上 去年不是成功召开了二十大嘛 所以中国本身很确定 分量也比较大 那这个时候 人家要探讨未来那个世界啊 好多问题 他就得找你 对不对 所以我想这两个特殊原因 一个那个疫情结束了 积累的外交需求爆发了 那加上啊 我们进入到一个很长的不确定期 那人们要在中国来寻找确定性 于是就看到了这个 好像春节以来嘛 或者或者进入今年以来 中国外交就特别的火焰 对 感觉特别的热闹成果 也是取得了非常丰盛的成果 那你认为有哪些因素 对于当前的国际形势 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有哪些问题已经发生 或者是正在发生 还有哪些事情 其实是没有改变的呢 从一个比较大历史来讲 现在世界这么热闹 是因为这个世界格局 正在发生 根本性的变化 就是东升西降 习主席讲了 这个百年唯有之大变局 它的第一含义就是 东升西降 百年变局 是指500年唯有之大变局 它是指 自地理大发现开始到现在 西方一直是占优势的 因为地理发现 其实他们就有优势了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那么后来迈着 环球航行 使得什么 使得西方 首先在知识上 超越中国了 对不对 中国那个时候 他们发现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南北美洲 澳洲 非洲 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他们知道了 它知识领先了 另外就是资源 超过我们了 因为西方有殖民传统 有新大陆以后 它马上就去殖民了 所以很短的时间 西方控制的地理面积 扩大了11倍 这个我们讲的 西方原来起源就是欧洲 欧洲地理上 就是1000万平方公里 多一点点 比中国略大一点点 然后呢 他们很快控制南北美洲 南北美洲 基本上相当于 五个欧洲 然后澳洲是六个欧洲 非洲是3.3个欧洲 9.3个欧洲 然后俄罗斯 属于西方很边缘的 一个民族 它在西方的主体 混得不顺 然后它就越过了乌兰尔 然后把整个北亚都占了 包括外高家属 中亚 西伯利 远东 全都占了 这是1.7个欧洲 所以你算一算 所以它仍没有增长 可是它控制的地方 一下扩大了11倍 这个时候开始 它就有优势了 后来呢 因为战争的需要 还有因为这个殖民的需要 它仍不够 它扩大地盘多了 然后它就需要机械 因为机械可以取代人力的 知道吧 所以一个殖民的需要 一个战争的需要 它就有了工业化 所以这两个东西 一个地理 它发现一个工业化呢 西方就主导天下 五百年 按照梁启超先生的说法 就是近代人类历史的 基本特点 就是西方横霸天下 数百年 但这个情况呢 确实在变 因为估计力量对比变了 什么变化 东升西降 东升呢 现在西方往往就讲 一个国家 中国起来了 这个其实不太全变 我现在坚持说 东升是三支力量 一个是掌中国 中国起来肯定是四十 另外两支力量 另外呢 还有一个印度起来了 印度肯定是起来了 是吧 在过去八年吧 一直是穆迪执政 穆迪呢 国际上对它评价不错的 所以有些人把它叫做 印度的邓小平 然后他执政的八年 好像就是2020年 因为那个疫情嘛 他是负增长 那一年他是负4.3 咱们是正2.3 就那一年他的GDP呢 增长没有我们快 其他全部是超过我们的 包括去年 2022年我们增长才3 对不对 对 它6.7啊 是 所以他经济这个成绩不错的 那个 然后就在他执政的这八年 印度的GDP分别超过了 加拿大 意大利 法国和英国 我记得去年底 穆迪总统还宣布了 我们的目标就是未来五年 GDP要超过德国和日本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那个我估计到了2027 印度的GDP肯定会超过 德国人民就排世界第三 印度崛起也是一个事实 还有一个呢 东森的力量就是东盟 东盟 因为印度在咱们西南方嘛 咱们国家正南呢 其实是东盟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东盟十国啊 其实发展也是很好的 2000年年 他们全部加起来GDP 也就是5000亿美元 现在多少 现在过了3万亿 这些非常不错 大洲的三块真的起来了 那我注意到 新加坡有个很有影响的前外交官 现在也是很有影响的学者 叫马凯硕 英文叫Kishou Mabubani 他原来是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 后来回去以后 就做了新加坡国立大学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的创始院长 所以他很棒这个人 他最近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 他说世界经济的动力 来源于CIA 世界经济的未来 来源于CIA CIA大家都以为中级局吧 他说不是 CIA C是China I是那个印度 A是阿斯亚 就是东盟 那他的观点和您不谋而合 对对对对 很有意思 这个 OK 这就是一个基本情况 就是东方真的崛起了 西匠呢 是两制力量下降 因为一般说西方呢 它有三强啊 就是美国西欧和日本 现在美国还是可以的 很厉害的 但是他两个左膀右臂 确实不行了 欧盟现在就在下降 很多人应该知道 欧盟是1992年1月1号成立的嘛 他成立的时候才15个国家 可是GDP比美国还高 现在欧盟扩到27个国家了 可是GDP还不如咱们中国 去年世界GDP是美国第一 我们第二 他跑到第三去了 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欧盟现在真是不行了 他那个 一个总量不行 连中国都不录 还有一个呢 就是新兴产业 它是就被甩出去了 对 比如说 这几个月吧 是不是有个概念特别火 这个就是去年1月 11月30号 是有个公司 叫OpenAI 是吧 他提出一个 一个软件叫 ChatGPT 对不对 ChatGPT出来以后 影响非常大 对吧 他两个月时间 他的活用户就超过一个亿 ChatGPT出来以后 就形成一个热潮 因为他确实是人工智能 自我学习能力的一个飞跃 对吧 特别是他最新的版本 叫ChatGPT付 对吧 特别好啊 你看那个情况就是美国推出世界上高度赞许 点赞 要咱们中国跟进了 但是你就看欧盟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发言权 他也着急啊 但是他就没这个公司 同等量的公司是没有的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有问题了 一个经济总量下来了 一个这种技术跟不上了 对不对 至于说日本呢 现在情况更糟糕了 对不对 日本前年GDP还是5万亿美元 去年是因为日元贬值降到4.23万亿美元了 降幅还是很大 降幅非常大 人均都3万7嘛 不到4万嘛 因为现在大家新的标准 一般认为你人均得在4万 你才能叫发达国家 他都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了 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呢 就是他很危险 他的产业很危险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你们去网上找一下 找什么呢 找日本最有价值的十大公司 Top 10 前十大公司 你会发现全集中在一个产业 汽车产业 而且这个汽车产业是燃油车 而燃油车肯定以后是 要被淘汰的 要被淘汰的 实际上日本的国家呢 从经济角来讲很危险 一个人口迅速的萎缩 一个人就是没有产业了 你本身最有价值的公司 其中在一个产业就不正常嘛 而且这个产业正在死过去 知道吧 像是一个朝西洋方向发展的一个 对 这是基本事实啊 所以东升三次力量 西降两次力量 那么这样一个力量对比 必定导致过去500年西方一统天下的时代结束 而一个时代的结束一定是很痛苦的 对吧 西方要抵抗 非西方要摸索 所以世界就变得非常乱 所以才有我们刚才讲的世界很不确定 现在好多欧美学生讲 就是过去五六年一直在讲 The only thing certain is uncertain 现在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 不确定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现实 就是不确定 因此很多事意外就发生了 包括欧冲突 欧冲突应该讲是 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的悲剧 对吧 双方在前线都投入了超过30万人 对不对 加起来应该差不多在70万人左右 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是悲剧 而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相对中国还是好 好的 像您所说的 在当前影响国际形势这么多因素当中的 俄乌冲突可以说是 处在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上 那么中国外交部也是发布了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那么欧盟对此的反应可以说是 非常的复杂 那么此行马克龙以及冯德兰尔 其实都和中方领导人谈到了 关于俄乌停火的问题 那您怎么看待他们的真实意图呢 俄乌冲突呢 我个人呢 看得很重 我认为是1991年 4月25号 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以来 最大的国际政治事件 它的影响应该比 2001年的911打 比2008年的 华尔街金融危机打 因为逻辑是这样的 这个冲突啊 实际上呢 是俄罗斯与北约的冲突 对 是吧 因为打了一年 我们都知道 这是个代理人战争嘛 是 英文叫proxy war 代理人战争 表面是俄乌打 实际上是俄北在打 所以战争 精确的讲一个叫俄北战争 这个比较精确 然后呢 这个俄乌冲突呢 这个 其实大家都很担心嘛 都希望能够结束 那个 所以在他一周年的时候 咱们中国就提了 关于政治解决俄乌冲突的倡议 一共12点 那个 国际反应我看 多数还是好的 包括当时方 俄罗斯乌克兰 都感谢中国 表达这个立场 然后第三世界 很多都是很支持的 你看 马上要来访了卢拉 不是讲 中国的商业太好了 然后呢 欧美的反应很复杂 我看那个 老欧洲 像那个德法 还是给予肯定的 但是呢 美国是反对的 对吧 美国这个时候 跟我们抠字眼啊 说俄罗斯还在 乌克兰东部呆着 侵略人家 他在他们家呆着 你就让他停火 那你是不是 默许他的侵略 他说是违法国际法的 这是很奇怪的啊 但是这是违法 正常人尝试 正常人尝试 就是先停火再说 以后政治怎么解决 你再说嘛 停战以后再说 停火嘛 先不死人嘛 对不对 这个是符合常识的呀 那个 而且这么打下去 越打越急 他可能 还有风险呢 比如说扩大 万一哪一天 你不小心打到 那个乌克兰以外 打到北约国家 那还就是 跟北约作战啊 跟北约作战 那不就是世界大战嘛 那俄罗斯打击了 这个 老打不下 而且吃亏 他没准 他真用核武器来 那不是人类的灾难吗 对不对 所以中国这个时候 提倡议啊 这个动机肯定是好的 而且呢 至少有个效果 就是防止他们扩大嘛 防止升级 防止扩大 这个呢 我觉得欧洲是完全同意的 毕竟乌克兰是欧洲的邻居啊 都会受到波及 所以我觉得 咱们这个倡议出来以后 多数国家反应还是好的 尤其是当时方 都是肯定的 多数中立国都是肯定的 然后关键是 老欧洲也是肯定的 所以这一次 这个马克龙呢 我觉得有一个效果 跟上一次那个 1月19号 苏尔茨总理来是一样的 因为苏尔茨来 当时德国国里有反对嘛 但回去他一句话 给他平息了 他说我跟习主席 共同同意 不许打核战 因为这一点 他们都欢迎了 那么这一次呢 马克龙总统来 可能要谈得更多一点了 关于此次马克龙访华 舆论也是普遍认为 马克龙的主要目的 像您所说 他是为了加强贸易 拉抬经济 但是您也说到 他此行拉上冯德兰 冯德兰我们都知道 他的倾向 其实是比较靠美国的 对华也是不太友好 那么对于他们此行的 对在北京那些表态 他们的收获 以及他们的分歧 您有怎样的判断呢 冯德兰女士来呢 我觉得呢 他是给美国带话来了 对吧 传声筒 传声筒 他为什么要带话呢 因为他需要美国背书 因为普遍认为 他下面想去争取 做北约秘书长 对吧 因为现在这个北约秘书长 那个卢威仁 那个斯特尔登贝格 已经到期 快到期了嘛 九月份到期 他想去争那个位置 而北约是美国掌控的嘛 他需要获得美国的支持 取悦于美国 所以这次我觉得 他有一点像 那个美国代言人一样 三方领导人 会不会上来 就跟你谈那个 谈那个台湾问题 这很奇怪的 应该讲 冯女士 这个这次来 目的不是很单纯 如果你专门来谈中国欧盟合作 那很好 我们肯定很欢迎 你来传话 这个 那个位置就有点错了 对吧 所以 这一块好像进展不大 不大 对吧 中国与欧盟元会的关系 进展不大 但是分开 另外讲啊 就中国与法国的双门关系 还是真不错 这一次 最后大家看到了 七号 就是马克龙 网华 最后一天 是不是发表了 中法联合声明 对吧 我仔细看了 一共五个部分嘛 五十一条嘛 政治的 安全的 经济的 科技的 最后全球问题 很全面 那个 应该讲 最后的时候 好像比我原来 预期还要高一些 这里面也谈到了 第二点 安全就谈到 双方还有很多 共同点 真的希望他们 早点停火 而且特别不希望 他们打打 对吧 那个 然后政治合作 也有成果嘛 我们那个 习近平定了 中法确定 元首 年度会晤机制 那个年度会晤 每天要见面了 这个 这是很重要的说法 那么其他 像经济啊 这个人文啊 还有那个 全球问题 也是共识非常多 所以分开 我觉得 就双边关系 中法关系 这次收获比预期的好 然后就 跟欧盟委员会的关系 好像没什么进展 当然也没落翻 是吧 双方都是很 都是很客气的 也没落翻 但是没什么进展 没什么进展 但是冯德兰 他的表态 包括他的措辞 是不是比之前 有所缓和一些 我们刚刚看到外面 用了一个词叫 day risk 他就是好像 换了一个提法 跟之前来说 那么此次访问 对于中法关系 以及中国和欧盟的关系 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那么总之 在今后的 这个对中国的关系上 法国和欧盟 会保持更多的独立性吗 我是好多地方讲过 中国是真心的希望 欧洲强大 欧洲团结之强 因为我们认为欧洲 对中国太有价值了 战略上 其实双方真是互有需要的 欧洲呢 现在其实也不愿意 做美国的小跟班 欧洲毕竟是 现代文明发源地 老牌列强云集 所以他们非常期望 团结自主 所以欧洲对俄罗斯 有点恐惧 那么对美国呢 有点不满 他们非常希望制强 那么目前看来 欧洲制强呢 单靠自己做不到 因为欧洲内部太分裂了 美国对他们渗透 控制太强大了 他要制强 他要借助外力 我认为欧洲现在要 战略自主 唯一可以借助的外力 就是中国 所以这是战略上 欧洲对中国 有强大的需求 当然我讲的欧洲 是老欧洲 新欧洲啊 就是冷战后独立 那都是有点糊涂的 波罗提卡山国 瞎搞的 有点糊涂的 他们老子不清楚 中国呢 对他们也有战略需求 中国呢 很希望欧洲啊 在中美之间中立 嗯 我在别的地方讲过啊 我认为在当今乱世啊 四个玩家还是最重要的 是世界级的 一个中国 一个美国 一个俄国 一个欧盟 像日本 印度目前还 已经不是全球玩家 日本过去是 现在不是的 印度还没有升级到 全球玩家 英文叫player 全球玩家就中美 俄欧 那么现在 私家的关系是这样的啊 就是俄美是尖锐对立 对吧 一公开对立了 中美呢 是公开竞争了 对吧 然后现在是中俄很好 然后我们两家 中俄跟美国都不好 那么欧洲就是个变量 欧洲目前跟俄罗斯关系不好 因为那个 俄国冲突啊 然后跟美国呢 现在比较靠近 但是跟中国关系是有空间的 嗯 对不对 那么中国人非常希望欧洲保持中立 只要欧洲保持中立 美国不能把它拉到 它的那边做小吹炮小跟班啊 其实新冷战就打不起来 嗯 知道吧 如果中俄抱团 欧美 欧美抱团 那就新冷战了 如果欧洲中立 新冷战就起不来 明白 所以特别重要啊 就是这个基本情况 他们在战略上需要我们 我们在战略上也需要他 另外对于有具体的合作点呢 光是我对你有好感 也没有合作点不行啊 那我们合作点确实挺多 比如说经济 经济中欧经济还是有很多合作点的 另外呢 处理安全问题也有很多合作点 比如说共同控制欧乌冲突 还有一个控制中东 因为中东不是挨在那个欧洲吗 因为中东一乱呢 那个难民一定是跑欧洲 知道吧 那个难民呢 美国人把中东搞乱了嘛 难民美国不接受的 而且那难民也跑不到美国去 隔了阳岸游不过去的 他就往欧洲跑 所以欧洲倒霉啊 另外非洲 因为欧洲国家都是老牌殖民者国家 原来很多非洲国家都是他们家殖民地嘛 然后现在非洲发展不好 发展不好 经常就出现难民啊 就往他跑 现在中国搞一带一路 是吧 积极这个推进非洲开发 就减少了他贫困 那这对欧洲有帮助吧 对不对 所以呢 除了这个我们双方经济合作 你看解决这些地区热点啊 无论是东欧的 还是那个中东的 还是非洲的 都很好啊 因为全球问题 双方合作点非常多 是吧 那就不用举了气候变化 海洋污染啊 海洋控制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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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主义 跨国犯罪等等等等 还有呢 人文 科技交流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 反正从主观上 这个讲 中欧真的有这个 相互 接近的需求和条件 然后这次应该讲 马克龙奶奶 就在这些方面都在发力 所以很肯定地讲啊 这次访问是成功的 然后对中法关系有好处 进而对中欧关系也有好处 因为法国毕竟是欧盟的领袖嘛 对 当然这个好处 能不能落到实处 还要看一看 我们只能说 这一次访问很好 我们真是这个很清新啊 然后效果是好的 但现在我 就是提醒大家注意 就效果 这个好能持续多久 能多大程度上 落到实处 这个要观察 因为美国人 他对欧洲的控制 包括对法国的控制 都是超过我们想象的 在最近来访的外国政要当中 东南亚国家 可以说是比较突出的 那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姿态 可以说是具有 东南亚风向标的意味了 那您怎么看待 李显龙此次出行 他的成果以及表态呢 咱们中国外交呢 这几个月非常活跃啊 应该讲是 几个大洲的朋友都来了 有欧洲的 刚才我们谈到了啊 因为前面 苏尔茨也来了 西班牙首相 桑切斯也来了 法国总统也来了 然后那个意大利总理 也在考虑来啊 所以欧洲很多 然后非洲也来了不少 对吧 那个 然后马上 美洲的一个领袖国家的领袖啊 卢拉要来 而且代表上规格非常高 这个 但是可能有新的朋友注意到 其实我们中国外交 现在对周边是越来越重视 对吧 所以呢 周边国家领袖来了非常多 那个 那么最近呢 就包括这个安瓦尔 是吧 那个马来西亚 总理首相吧 也来了 而且你看安瓦尔回去以后 我就讲了 他正式的向中国提出 要推进亚员的建设 亚员的建设 亚员的建设 这个 然后呢 然后大家知道 李显龙总理来了 而且带了夫人何金来了 而且去拜祭祖了 对不对 到老家祭祖去了 这个 就时间很长嘛 六天嘛 是 李显龙来 大家确实非常的关注了 那个 他总体来讲 李显龙这一次来 对我们二十大以后 那个走向还是有信心的 就在大多数的东南亚国家 纷纷表示对话友好的同时 菲律宾的总统却变脸了 他加强了与美国的利益困绑 那么您认为 在对东南亚国家 以及中国和东盟的关系 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是这样的 就是 在咱们那个新冠疫情解除之后吧 不久啊 我们就请那个 菲律宾县总统 肖马克思来了 而且应该讲 那个招待非常好 对吧 然后他当时表态也非常好 应该讲 所以一度呢 很多人是有期待的 对未来几年的中非关系啊 有期待 因为过去几年 在杜特尔特的总统领导之下 中非关系很稳定吧 我们希望延续这个稳定啊 但是确实 是他回去不久吧 发生了变化 美非又加强军事合作 是吧 那个菲律宾呢 在原来啊 给美国提供五个基地的情况之下 又增加了四个 这个四个都是 往北边压 就是靠近我们这一边 知道吧 所以他现在九个基地啊 那个 而且从他的部署来讲吧 这个基地都是以后 比如说啊 在台海发生战事的时候 会直接参战的 这当然让中国 意图非常明显 很多人呢 就很不高兴了 对吧 但我理解是这样 这可能也是个现实 就是菲律宾呢 虽然是一个独立的东南亚国家 而且东欧里面印象很大 但是他毕竟历史上啊 是殖民国的 先是被西班牙殖民 后来被美国殖民 是吧 他从美国手上独立的嘛 所以美国的渗透是非常厉害的 这个 特别是军方 整个菲律宾的军官系统 都是美国培训的 然后菲律宾的高层 基本上也都是这个美国控制的 像小马克思什么的 都是跟其他家族一样 都是深受美国影响 家族跟美国的利益关联特别多 所以你想想 他们国内的政治环境 就是这个样 家族统治 家族基本上都是美国 在后面控制的 虽然他本人 应该是对中国有好感的 大家看到过图片吧 他爸爸妈妈带他见毛主席 小朋友的时候又见到毛主席来 他对这段历史还是记忆犹新的 我觉得他本人对中国是有好印象的 而且大家知道马克思家族 特别是他妈妈家族 华人血统很重 比例非常高 所以应该讲 他本人上次到北京来 跟西日见面 他一些表态应该是真诚的 但问题就是他们家 他们这个国家 被美国渗透得太厉害 所以回去以后 他很多承诺就不对线了 对不对 反倒急剧转向 这个给我们提个醒 就是 这个 就是中国啊 毕竟是这个 就近些年 这个 站在国际舞台中心 然后在美国逼迫之下 开始竞争 因为我们就一门心事开放啊 就是 就是全球化啊 赚钱啊 发展啊 真没有想这种事 知道吧 那个 但是 我们要清楚啊 实际上我们的根基是很薄的 它根基很厚 对 所以呢 所以呢 以后就得注意啊 就是这些领导人 个人对中国很好 而且真的做了承诺 但是 要留一个大疑问 就他这个承诺啊 含金量多少 你要点过一下 能不能落实 上次马克思来在北京 跟习主席签了一些约 然后做了承诺 都是真诚的 不是假的 但问题是 他回去以后 面对他国内啊 强大的亲美势力啊 他没有办法 所以就看到现在的情况 那次 哎呀 中非之间很多协议啊 就落了空嘛 这个我觉得我们不要抱怨 这就是现实 应该讲 美国还有其他老牌帝国主义 他手上还是有不少筹码的